哈喽大家好,我是咖啡边 这是我第一次做单点的节目 因为最近发生一件事情 让我觉得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而且也不一定是就是一定要跟谁谁谁说 也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我自己 我很想要把这个记录下来 当作我人生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如同标题所说的 为什么我为我自己花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打造了一个被动收入的系统 那为什么我现在先暂时的取消 而且暂停了很多 先说说我的背景嘛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一直都很喜欢看一些 就是有关投资理财 或者是有些财商 就是有关就是财务的知识的一些书籍 然后我觉得最让我影响到 就是带给我很大的改变 就是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 就是T.Hob Ecker写的这本书 然后另外一本就是富爸爸穷爸爸 那我相信非常多人都会看过这两本书 甚至直到现在这两本书都一直是畅销 就是在书店的财商啊 或是投资理财区一定有他们的排行 然后也现在有很多的YouTuber在讲富爸爸穷爸爸啊 像是Yo啊或者是Selina啊什么的 他们都会提到这些 那其实我今天也不知道教大家 如何变成一个你知道有钱人 或者是如何打造自己的被动收入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 为什么就是会有 想要先暂时取消或放弃这个心态 跟我的一些转折这样子 这里是单点咖啡编的节目 在这里会分享我咖啡编个人的观点 在创业身心灵 还有一些其他相关有的没的主题中 我个人的想法跟看法还有观点 在这里不一定会听到吐司编或美编 还有其他嘉宾的声音 但是绝对会有我百分之百真心的话语 所以就开始吧 所以现在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的时间咯 就不会有吐司编跟美编或是有其他的嘉宾 就是只有我一个人 OK好好他还是在旁边 就是总而言之呢 就是哇最近身心有点卡 可能笑太久了 就是我大三的时候呢 就是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一直用 我去打工的方式赚到 我想要的金额 同时也没有办法带给我这样的满足感 我一直觉得 应该会有更聪明的方法 或是这个世界上应该有 我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我就去看书 那结果我发现 诶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 还有就是富爸爸穷爸爸里面 都有提到一些观念 那我今天想要主要讲的事情是 哦这两本书我都非常推荐 就是欢迎大家去看 嗯就是富爸爸穷爸爸里面 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四个象限嘛 财富四项限 然后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真的觉得这是颠覆了我 一直以来的思考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从 呃国小国中高中高中考到大学 大家都叫你去如何 呃做一个呃呃坚持 然后而且是一个可以把自己的成绩 打理得很好 然后为什么考好 因为你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那考上好的大学要干嘛 就是拿到一个很棒的文凭 然后拿到很棒的文凭之后 你就可以去一间很棒的公司 像是我身边很多是行销系的嘛 所以他们就去澳美啊 澳美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指标啊 或者是某一些现在的一些台积电啊 或者是老师啊 这些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一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罗伯特轻奇 就是他这边有一本书叫《腹霸的崇霸》里面提到的四项线 其中就有一个叫做E-InglowE 它就在左上角的项线 它这意思是说我们会想要追求安全的稳定 这种赚钱的方法就是属于E这个项线 就是你是别人的员工 别人买走你的时间 然后让你在他的系统 或者是在他的商业模式底下工作 为别人工作 但是你一定可以取得到相对稳定的钱 因为你只要有做就会有钱 但是当然他就没有办法有爆炸性的成长 所以就是他可以带给你稳定 但当然稳定就不会有这么很高 很超过你预期的报酬这样子 然后我就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参加过 就是我当过咖啡厅的那个 知道什么服务生外场 那可是其实我真的很不擅长 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服务白痴 就是比方说我在洗碗的时候呢 我就听不到店长跟我说什么 然后当然有人跟我说这是熟练的问题 熟练久了之后你就可以完全 完全的进入那个流 但是我就是觉得 我在咖啡厅工作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如何让这间店呢 有更好的行销效果 如果是我有这间店的话 我会怎么经营 然后所以当然理所当然 我的心都不在 就是当一个好员工上 而且我也没有那个份耐心 所以最后 那个店长就有一天晚上 叫我到柜台去赎钱 然后我想说要发薪水给我 可是其实那阵子 我跟他的那个关系就很僵持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有点不对劲 然后他就发钱说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去当 7-11的员工 那我就 这些钱给你 这是你这阵子以来的薪资这样 然后就请你离开 哇那天我真的超难过 因为我觉得很屈辱 就是 就是觉得很 很没有 自尊的感觉 总而言之我就是意识到说 哇就是餐饮业 外场或是内场 就是有关餐饮业这一款 是绝对不是我有兴趣 跟我擅长的部分 然后后来我就去当 补习班的工读生 就是帮学生批改作业 然后可能就是当老师的助教 那我甚至有去过两个补习班 另外一个补习班 是比较像是自由发挥型的 另外一个是 其中一个是比较自由发挥型的 就是你要去 是他把你培育成一个 那边的老师这样子 那我相信很多人 也有当过补习班的电访 就是要打电话去给一些陌生的家长 说服他们来购买你的 这边的课程 然后所以我也就是在那边当一个电访 不过说实在我觉得 现在如果我 因为我们在经营银色大门嘛 就要去打电话给很多陌生的客户 或者是陌生的人 我觉得那阵子的电访 是有帮助到我的 就是去突破那心理的那种恐惧吧 就害怕被拒绝的那种恐惧 是有帮助的 但是总而言之那整个 我发现去花费我很大部分的时间 就是每天下课之后 大概傍晚吃个饭 胡伦吞早的吃个饭 那大概七点到十点的时间去打工 这件事情赚来的钱 就是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很大的满足感 那我也会越做越怀疑人生 我想说 所以我就是要一直这样子 重复着 然后我就赚到那些钱嘛 这是唯一的方式嘛 这是唯一的生存方法嘛 是唯一的专业帮忙嘛 所以我就觉得很疑惑 才看到说 原来这是属于一项线 employed这个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S 就是self-employed 就是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 就这种人叫做自雇者 你自己雇用你自己 你自己决定你要花多少时间去做什么事情 去做怎样的产出 那也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自由业者 自营公司 他为自己工作 就像是现在的接案啊 比如说你可能是影像制作人啊 或者是你是网红吗 其实YouTuber在一开始 你还没有建立团队之前 他就是self-employed 然后你可能是设计师 那你可能是插画家 那你可能是帮别人写稿子的 你可能是诗人 你可能是作家这样子 或者是你会写网站 那你就是跟别人就是帮忙接案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要在家里咖啡厅 还是在任何地方 你想要的地方厕所 然后还有 诶还有一个角色也是self-employed 我想想 哦像塔罗牌老师 就是很多老师他们会 像我有在追踪一个 演书上有个人叫艾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其实我还蛮喜欢他的经营方式 他甚至还为自己打造了一个 订阅式的一个网站 就是他去下载就是 就是去申请一些免费的网站 然后来去制作自己的方式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多么用心 在为自己的品牌经营 那其实我身边有非常多人 我大部分的朋友都是self-employed 就他们自己去 也可以说是自己创业吧 就是但是他只有一个人 然后他就是主要是为自己的品牌 来做代言 然后还有去执行 像是手工造的一些工艺者啊 然后或者是精油啊 或者什么 因为我身边还蛮多人 是学习身心灵领域的 然后塔罗牌老师 讲师 他们就是要为自己安排时间 然后跟客户约在咖啡厅 然后他们就会要求 或者是邀请 这些来算牌的人 要支付他的饮料费以外呢 或者是说 就是付这个时薪这样子 然后算一次可能几百块 几百块这样 那这种就是 因为他拥有一个 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专长 或是他的 他就是一个专家 在某个领域的专家 那他可以去掌握这个知识系统 那他可以亲自操作 但是呢 他就是一样 他是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时间 他如果没有付出这个时间 去换取这个服务的话 那他也没有办法赚到这个钱 所以这就是self employee 就是E跟S 就是员工跟自顾者 他们都是付出奉献自己的时间 哇我的声音怎么了 哇 总而言之 E跟S呢 就是都是奉献自己的时间 去让别人去买走你的专业 或是你的付出劳动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 我也有试过self employee 比方说 呃 我认识一个就是在嘉义市的 我在 反正我大学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尝试 各种赚钱的方式 同时也是在摸索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所以我就认识 就是有一个叫 呃 容丁的一个公司这样 那他们那时候就早期有说 要给我做网站啊 或是什么 那总而言之就是会有一些 因为他可能看中你的 可能是行销才能啊 或是什么才能 于是你就把它变成一个商品 然后跟别人做一个交易 就比方说 你可能很会画line line的那个贴图 那就是可能有公司 或是有一些 反正就是比你有钱的人 他们 你注意到他们 就是真的做不出来 然后你也注意到他们说 如果他用 市面上行情的价格 去请外面的插画家 惠图师来 画他们公司的line贴图 呃 会花很多钱 可是如果他请你画 你也可以画出 比他们更好 或是差不多程度的 一个绘画 或是能够符合他想要的图片 那他雇佣你 他会比较划算 但是同时你也可以获得 你想要的金钱的时候 那这笔交易就可能成真 这样会有点笼统 意思就是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录这个音频 为什么我能够有被动收入 就是因为 我认识一个朋友 那这个朋友 他们家里刚好有空的房间 然后在台南 那这个房子呢 以往就是那种很旧的 那种老旧的公寓 那也刚好可能是因为 我们他有注意到 我在 我跟那个美边 一开始有在嘉义的 成立了这间 Follow 发路共享空间的 装潢的能力吗 就是自己DIY啦 就是自己 我们当然没有比那些 读建筑系 还有室内设计还专业 但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 就是 土法炼钢 自己想办法 把它弄得 看起来有那么一回事 对 当然可能就是 什么漏水漏水啊 什么什么 不会的就只能请水电工等等的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 把它统整的人而已 然后他就看上了 想说 因为大部分人为什么会请你帮忙 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是他没有这个时间 或者是说同样要付出 达到他想要的成果 他却要去买专业的时候会 高过很多他的预算 所以他就选择你 对 那所以那时候他就是 因为注意到我们有自己DIY 而且把空间弄得 好像看起来那么一回事的能力 所以他就来邀请我说 如果呢 他最近家里有一个房子 就在台南 前已经租了十几年的房客吧 要退房 然后他就问我们说 要不要帮他们改造 就是来老屋改造这样子 然后他们再重出租 那我当然就觉得 天哪我一定要做啊 那知道为什么我会一定要做呢 就要来讲到就是 另外一个右边的两项线 就是B跟I 首先这个比较像I一点 就是你是一个投资客 就是钱来帮你工作 你是利用钱来去帮你产生更多的钱 就是你一开始可能会投注特样的时间 或是投注很多金钱 但久了之后 他就可以帮你稳定的获利 那B也是在某种状况也是这样 因为你一开始先 你是一个企业老板 那你成立了一个员工 跟你这样商业模式的系统 那到时候你不一定要 要花那么多的朝九晚五的时间 你也可以获得收入的方式 那就是B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是用 像你买股票啊 基金啊 或是 我今天声音到底怎么了 就是你买股票 基金 然后或者是会一些什么 有价证券 然后或者是房地产 那你靠房地产 大家都说包住工包住婆 很爽 真的很爽 因为钱就可以帮你产生更多的钱 你一开始只要投入 就是买那个房子的钱 然后每个月固定缴 一些水电费啊 甚至你可以摊提给房客去缴 但是你可能每年就还是要缴 什么地价税啊 房屋税 就是像 或者是有一些房屋的折旧 就是一些破损是 非这个房客故意去造成的 你还是要去付这个钱跟心力 还有时间去 去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你当然相对 刚才左边的向线1跟S 你花的时间是少很多很多的 那 我觉得这边就会掉入一个陷阱 就一开始我看ESBI的时候 我设下的一个目标 大家都会说你要为宇宙下订单 你要设立你人生的目标 你要设立一个 就是你要写一个短中长期的计划 那其实我都觉得那些都只是延伸出来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 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很想要这么做 然后你就想要动笔啊 或者是就直接行动 那那时候我就是看到说 天啊 我一定不要成为E跟S 不是说是ES不好 而是我之前试过了 我在大学的时候当过E 那我也尝试当过S 我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商业模式 也不是我想要赚钱的方法 然后我也在过程中 没有办法获得我的满足感 那你说的那个安全 并不是我想要追求的感觉 我想要追求的是一种挑战 然后呢可以有一个 去依凭着我内心的热忱 去行动的一个 创造出来的结果 同时它还可以为我带来 很多的收益是我想要做的 所以呢我就知道说 我想要前进的方式是B跟I 所以因为大家都讲说 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很重要 因为你只要 当你的主动收入 加上被动收入 你就会得到某一个 大量的金钱的时候 甚至有一天 被动收入大于你的 所有的支出的时候 你就财富自由了 所以那时候 因为大家都很 其实到现在也是 很多人还是会去追求 被动收入这件事情 他唯一的目标 就是要追求他的财富自由 也就是说他不用工作到65岁 70岁 他也不用工作到55岁 他可以提早退休 这就是很多人去阅读 富爸爸穷爸爸 甚至很多是直销的一些系统 他们会鼓励 或者是吸引大家人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就问你 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也可以邀请现在 大家有在听的followers 写写看 你现在几岁 你想要在几岁退休 你就把这两个年龄相减 那你再算 每一年你可以获得最高 用你现在的工作方式 可以获得最高的金钱 有多少 你就可以算得出 你这辈子一个 你可以赚到的钱的总额 那你去平均跟 再去看说 他真的足够吗 就是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 另外一个话题 其实因为很多YouTuber在说 总而言之 我重点不是 重点是 我当时就是算了这些年龄 我发现 如果我65岁 天啊我还要工作到65岁 好就是先讲说 我65到65岁 就是想要退休 然后我就发现 我能够赚的钱 是非常有限的 当然这是前提都是 我没有中乐透财 我没有中发票 我没有投资理财 的状况 我就发现这个钱是有限 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 因为如果用现在的赚钱方式 你是用 E或是S的向线去做 它是有限的 所以我那时候 唯一给我下定的目标就是 我一定要打造一个B跟I 来去养我自己 而不是去 花很多的时间去来工作 所以我的方向就跟 我那时候的同学的选择 有点背道而驰 就是当他们就是在想说 要不要考一些公职啊 或者是去准备一些 他们想要追求的 E或S的方向的时候 我就是在 一直在打一些B跟I的主意 我一直想办法要创业 然后同时我也去找一些 一些投资的一个方法 那当这个二房东的这个 我们就讲他是二房东 因为那个房子不属于我 那个房东他拥有台南的房子 然后他只是把这个改造的权限交给我 在他同意的前提之下呢 我可以去接管他的房子 去把它改造 然后改造之后 我就可以把它转租出去 原价大概30 30到40平之间的一个房子 然后他没 因为他的装潢真的非常老旧 很中古 而且真的很破烂 所以他就只有租给他们 一万到一万一的价格而已 可是因为我重新的把它装潢 就是我就想办法土法练钢 到处学习 当然没有那么专业 但这就是为什么他拼用我的原因嘛 如果他今天有钱 他想要花那么多钱 他就去请室内设计公司 那他为什么不请室内设计公司 因为他的预算也有限 所以我们两个就对到一起了 因为第一个我们是专业的 所以我的要价就不可能 跟这些室内设计 或是专业的设计师 建筑师相提并论 所以那时候我就只有收 大概几万块钱而已 就是真的是少于 那个一般室内设计的行情 这个是主动的收入 这是第一笔金钱 但是我提出了 我跟这个房东提出了一个要求是 如果你要当初要让我来 帮你做一个转租跟经营 那你之后往后的每个月的房租 都要抽两千块 那其实我现在有点后悔 是其实两千块还是太少 而且我之前有认识 就是我在那个LINE上面 有一些朋友 他们也是在台中去做这些房地产 或是二房东的转租 那他们其实一次都没有在两千块 小家子弃的 他是一开始自己先拿出 可能四五十万六十万 甚至一百万 直接改造一整层楼 然后把他分租 隔套出租成好几间之后呢 每个月他是一万两万再赚回来的 所以我的一个月两千 那时候对一个大学生来讲 大学生那时候我才 对那时候我大事严闭一年 所以那时候我还是要去学校去修那个 该死的通识课 的时候我却拥有了一个月两千的被动收入 让我觉得我自己 我觉得很骄傲 但是就是小屋见大屋嘛 人家那个一个房子是一个月好几万 甚至有的人 那种什么东区 台北东区 一次好几十万 二十万三十万在起跳 当然比不起 但是对我来讲我从书籍上面的ESBI向线 他成真的他变成一个立体 而且是可实践的 而且确实是到我的银行账户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非常满足很快乐 可是今年刚满一年 那是去年的事情 那为什么今年就在上个礼拜 我把这件事情取消了呢 对 那等一下再来讲这件事情 同时呢 我并不是只有在台南这间一个月两千而已 不然我也不会想要跟你们分享 因为两千有什么 两千真的是 很容易就花掉耶 其实两个月的健保费 因为一个月如果你不是老板的身份的话 你一个月大概是七九八吧 所以两个月的钱就差不多 两千块就没了 你只能买一些什么布丁啊 什么什么 停个车啊 这个两千块就没了 他其实非常少的一个金额 但是对于一个大学生 或是一个 想要刚接触investor这个项线的人来讲 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个第一步 那那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 如果我这个房间只有两千块 可是我有时间呢 我不是就两万块了吗 所以那时候我是这样换算的 我觉得可以复制 因为我已经把这个流程都蛮熟悉了 就是怎么跟这些屋主谈判 那怎么去大概去装潢 还有去跟这些工班去联系的过程 我都有跌过 跌过一点焦这样子 那我就知道大概要怎么做 那同时呢 我在嘉义还有彰化 也都有这样子转租的金额 那现在我已经把台南跟嘉义的 其中一间套房 把它 哦对 透露了我现在在学校附近 总而言之 我就是把台南的 刚才我说那个房子的 每个月两千的 那还有在嘉义 我在文化路附近 有租了一间小套房 那我再把小套房改装 再转租 那我中间大概 其实那间小套房 每个月的获利也大概两三千块钱 但是它比较不稳定 因为像是你看 如果你要做这种 短期的租借 遇到疫情啊 或者是这种比较不稳定的一些时候 它就会生意比较 备受影响 但是因为在前年的时候 有那个觉醒音乐记嘛 那时候嘉义有超多人 所以那时候我的房间 几乎是那整周 甚至那两个礼拜天天爆满 那因为是日租嘛 所以日租的每一间价格 当然就很高咯 就是大概两三千 因为我只有一间啊 如果是那种一整栋的啊 民宿啊 或者是旅馆 当然更赚 就像你玩大富翁 他们都说一开始你一定要买房 那你买了几间房子 就换成一栋红色的旅馆 那就是同样的道理 旅馆会赚得比房子多 但当然要承受的风险也就高了 就像最近的疫情 这个饭店都纷纷转型 去卖便当去了 总而言之就是 我在嘉义的这间套房 还有在台南的这间固定的收入 我都把它收起来 因为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在看那个 Dan Lok的影片 就是那个洛峰 我也很喜欢他的影片 他就是 他也是台湾人 但是他好像是 就是华裔嘛 台裔这样 反正就是 他在美国就是靠着 呃 他那个事业是什么 就是高价的什么购买 就是 反正他赚很多钱 然后他最经典的就是 他都在他的兵力里面 呃 讲一些商业模式啊 或是如何赚钱 还有一些妹妹嘎嘎 这样子 然后他其实是希望他一起去上他的课程 因为他真的就是 也是白手起家 然后想要分享说他在一路上点点滴滴 那总而言之呢 我就看他一则影片 他有说其实被动收入是一个迷思 那当时呢 我还没有把这个房子收起来 但是我已经渐渐的感受到这两栋房子 带给我的一种压力了 那时候我就看看 我就觉得哇 很有道理 那等到我直接把他 我也不是因为看着他的影片 我才决定要怎么做 而是一开始我就有想说 要不要把它取消 先讲嘉义的这个房子呢 就是他虽然很棒 而且要先说 如果你要做这个转租啊 或是二房东 你一定要先取得房东 原屋主的同意 而且甚至可以的话 在你们的租约上面写下来 说房东同意你怎么做怎么做 不然这其实是 不OK的 它是不合法的 那幸好这两个屋主呢 都有答应我 而且这也是要看你谈判的技巧了 他为什么愿意答应你 而且一开始你在看房的时候 一定要开门见山的 就讲你要做什么 以免就是有被 就是有一些争议啦 那总而言之 这两天房间 尤其是嘉义的 他虽然在旺季的时候 或者是假日的时候 或者是有特别季节的时候 他可以为我赚来 比台南的那个 稳定的两千块钱更多 但是相对 他风险也非常高 因为每一天呢 有一阵子 我几乎常常跟外国的访客吵架 我不知道是不是风水的问题 OK他先跟大家讲说 我在嘉义有两间 然后我在彰化有一间 那在台南也有一间 那我这几间呢 就是都很不错 就只有嘉义这间 会一直跟我吵架 就是明明就是窗户是 很延时的 然后也都有锁 那这个房客 很多房客就说 他觉得不安全 他觉得会怎么样怎么样 很阴森什么什么 那虽然我很喜欢这间房间 那可能 真的是风水的问题吧 还是真的 我看不到什么 那有的人看得到什么 总人言之 这间房子呢 就是带给我很多的争吵 甚至跟大陆人吵过架 他就跟我说 你这个锤子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觉得锤子一定是骂人的话 我就上网找 就真的是四川人 在骂人的话 的一个方言这样 我就说 我还截图 那个危机百科给他看 然后反正就是 这也是吵不完呢 为什么要跟人家吵架 总人言之就是吵来吵去 那间房子有很多的官妃啊 反正就是一直吵架 那我就觉得很累以外呢 我后来发现那间房子 还会漏水 就是他有一些微漏水的问题 那后来就越来越严重 那后来我就决定说 因为租业也到了嘛 我就是只有租个一年这样 所以也是在今年 把它取消掉的 那台南呢 那个今年取消好像是 三月吧 三月份 二三月份的时候把它取消 那是台南的是上个礼拜 就是到七月 所以我就发现 并不是真的被动收入 被动这个词不是完全的被动 它是一个相对的词 它是相对的被动 因为我们就看到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 我们是不是一直想象 我们就躺在床上 然后钱就一直滚进来 没有那么爽耶 因为像我刚才说 如果你是屋主的话 你还是要为这个房子的一些 硬体结构去付出代价 例如说你要付房屋税 地价税 那如果水管破裂 你就是要去修 如果房客反应 你的冷气坏掉 那你就是要去修 那如果冰箱怎么样爆掉 你也要去修 那修的过程当中 你当然可以委托代理人 去帮你协助经营这件事情 但是你还是要跟代理人沟通啊 那你还是要花时间 去了解这个状况 那这是不是还是花了时间 跟金钱呢 所以我觉得 这本书以前带给我 非常好的一个目标 而且我也确实达到了 但是我发现书没告诉你的事情是 这个词是相对的 而且我当初在估这个每个月几天啊 或是什么几千 都只有几千块而已 虽然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 他可能还没有 就是社会新鲜人 他可能还没有被动收入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说 这样已经很好了啊 可是那是因为 我完全没有任何主动收入的状况 我就是想要完全的依赖被动收入 所踏入的陷阱 其实被动收入不是真的照字面上的被动 这么简单 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在那间 虽然看起来每个月都有稳定的金钱进账 但是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的沟通啊 或者是真的 如果有漏水什么的 或者是有一些设备的坏损 像是台南那间 它是从一个非常旧的状况变到新的 就要帮他们定新的 起义机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房客永远也不会有满意的时候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诶这个冷气修好了 可是可不可以换便品的 那可是因为你是二房东 所以整个大的设备的要怎么改变 也是还是要去依循屋主的话为主 就是屋主才是决定 这个东西要怎么运作的人的时候 你就是夹在中间 花很多时间在互相沟通 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我的意思 总而言之呢 花了很多时间在沟通上 我就发现 没有我一开始想象的这么的被动 这么的轻松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看到被动收入 看起来很轻松 要先了解一个观念是 它不是绝对的被动 它肯定是相对的 因为就像股票好了 你也不可能就一直放成 然后你也不去操作吧 你也不去打给证券员 你还是要去看 你要去观察 那是不是也花了时间 你只是相对来说花了比较少时间而已 所以总而言之 我为什么决定收起来 是因为我发现呢 我想要把我的时间 更投入在我主要想要经营的B上面 那我也给我自己下一个目标是 之前在去年还有两年前 我的I呢大概一个月最多可以到一万块钱 但是那也是最多 其实平均下来是五六千左右 那这些钱呢 我真的觉得太少了 所以下一个目标 我希望我可以买一栋属于我们的房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真的把它做转租 或者是其他的利用 或者是去研究新的 房子我是一定要想要买的 那如果是股票或者是基金 我也还在研究看哪一个工具是比较适合我的 听到我的翻译 是比较适合我的 所以但是我就是发现说 二房东这块我已经有接触过 那除非今天这个房子呢 是真的这个房东完全不在乎 就是不管他就是 人就是不在或是怎么样的 我才会考虑经营 但如果接下来要再做有关房子的事情的话 我希望是我可以每个月至少创造一万块钱 甚至是更多的效益 我才会考虑投入 那那时候Dellok 除了他跟大家介绍说 被动收入是一种迷思的时候 我还学到一件事情 他最近又有一部影片说你有看过 专业的运动员 他们比方说你是戴智隐 你是每天都在打羽毛球 但是你有看过他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 可能早上八点到十点的菜单是去练短跑 然后呢 十点到十二点的菜单是去练网球 然后下午呢 就是在打羽毛球 但是呢 他又花很多时间去游泳 又花很多时间去下棋之类的 你没有吧 就大部分的 主要的90%以上的精力 是绝对是放在他的羽球上 还有如何锻炼他的羽球 那我发现 因为我们现在经营的银色大门 还有Follow发入共享空间 尤其是银色大门 他的商业模式不断的在成熟当中 就是他正在 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市场上的反应是越来越好 因为一开始这个商业模式也是只是凭空想出来的 但是后来不断的经过 已经快要满一年了 已经快 过程中不断的测试 那也发现说 越来越多的子女会主动的联系我们 这就可以证明市场是有这份需求的 而且这需求是 真的是可以 去实践我们的 心中的理想的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把我的 我个人啊 觉得说我想要把我的更多的精力 80%到90%的精力 放在银色大门商行 就是银色大门老人送贪平台 这个商业模式上 因为这也一样在这四个项线里的B B呢 也是不是主要靠你的时间 才可以换得一定的收入 而是你投入部分的时间 相对的气力 但是一开始你要投注很多的力量 就对了 所以呢 对我来讲 我现在的 为什么要把它取消 因为我想要把我的内心 想要放在我真的 现在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上 因为以前呢 我就是你 如果把一个人的精力分100%好了 我感觉到 我大概是有20% 释放在这个 二房东上 那大概20%释放在 这个 单日套房 就是转租 短租上 那剩下的60%呢 才是我的 30%可能是 发落发落共享空间 30%是银色大门 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要去调整我的比例 总而言之 我现在呢 就是想要依据我的心 去做一个行动 我想要把我 更重要 更重视的东西 就像 如果你是一个 网球的奥运选手 那你就会把更多时间 放在网球上 剩下一小部分的时间 才放在 某一些副业上 所以对我来讲 我现在想要调整的是 大概 70到80%是银色大门 然后呢 大概10到20%是 发落发落共产空间 那剩下的那些一点点的 或者是浮动的百分比 我就放在我 现在还有在经营的副业 那如果大家对我的副业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私讯我 或者是 不知道 反正 总而言之 Dan Locke的最新的那个影片 他最重要的就是讲说 我们看到 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讲 被动收入 而且他们也都做得很成功 那是因为那些人 他们已经有一个 稳定的一个商业模式 或者是稳定的一个收入 在支撑他的 他的日常 或者是他的一个状况 但是 我却是反过来的 因为我太被这个书籍的 所描述的 吸引 所以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实践这ESBI 然后 致富 就是已经陷入那个迷思了 但是我就忘记说 其实我 我没有一个 我没有靠山 我自己也没有一个稳定的系统的时候 我却全心全意在打入这些 所谓的 我以为的被动收入 那其实我会放掉很多我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比方说 我会少估到我的时间成本 因为我以为那些是免费的 但殊不知 其实我的时间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可以把那个时间放在银色大门 或是我现在的其他的一些经营上面 总而言之 我放弃了这个被动收入 并不代表我就是不要 而是我是设定了新的目标 下一次的被动收入 我一定要达到至少每个月稳定的一万块 甚至以上的金额我才会投入 就是在房地产上 就是第二个我是希望可以买房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隔套出租 或者是转租的方向去行动 那同时我也希望 我给我自己个人的期许 是可以在我们银色大门的 B这个business owner 这个象限中 他的系统稳定到 他可以支持我跟现在伙伴的一个生活 那我们再去追求其他的被动收入 因为DanLock那个影片 最重要的就是在提及说 那些富人或是那些 已经打造出一个被动收入系统的人 他们都已经是有一个固定的模组 那这个固定模组 已经稳定的支撑他的生活之后 他才去拓展一些 其他的方向去尝试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这次学习到很多 因为我在做这个被动收入的打造之前 我并没有老师告诉我要怎么做 就一路就是横冲直撞 这样子摸索过来的 那如果大家对我这些经验有兴趣的话 我就是有空再录一个 我当初是怎么一步一步做的一个 经历分享 对 那我也不会特别建议你 或是不建议你去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的心在说什么 那我现在心呢就告诉我说 我要暂停这些副业了 我要把 因为之前对我来讲 在银色大门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那些副业等于我的主页 但是现在我的主页出现了 就是我在打造的银色大门老人送餐平台的系统 我希望它可以变成老人版的Uber Eats 然后多增加一点关怀 还有老人的餐点的选择 那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的副业呢 我希望是建立在银色大门稳定的状况 那你们说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follow 为什么要做音频 它岂不是一种副业吗 其实我不知道图诗编跟美编是怎么看待的 但是我个人呢 觉得它是一个我个人成长的一个记录平台 而且我也很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记录我的创业故事 跟创业人生 因为我觉得 很少有机会去跟身边的人去分享这些 那我也觉得音频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还有follow的电子报 因为像我现在的手足 就是我两个姐姐 也都没有在我 我们都没有住在一起 她一个在德国 一个在高雄 有时候就是飞来飞去 那我希望的事情是 如果这个音频可能是一个管道 跟我身边的人的连接方法 我会觉得很好 那如果它有机会可以影响到陌生的你 那我也觉得非常好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我为了要赚钱而做的事情 而是一个我想要在这里 抒发我的想法 然后跟大家分享跟交流这个原地 那就是我会 如果用意向来比喻的话 我觉得follow就像船吧 对我来讲 它就是在着我的梦想 还有我跟伙伴们的梦想跟共事 让我们一起就是到更远的地方 对 所以如果你喜欢咖啡杯 如果你喜欢咖啡杯单点的话呢 就是要看我的心情 因为我也不是就是突然间想要录 是因为这阵子发生真的太多事情 然后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去回去找房东啊 去把这个把转租跟交界事情交代清楚 那我觉得在这过程中好像拿回到更多的力量 就像我刚刚讲的百分比的状况 我本来的心力是多少多少放在影射大门嘛 那像我拿回来了 我就觉得更有力量 所以如果呢 我觉得这一集的参考并不是说 大家也要去尝试 然后再去复述我的 去验证我的错还是对 这并没有意义 我觉得这段事情是你可以去思考说 你现在最大的百分比是放在哪一个产业 哪一个事情上 那些事情是真的你是喜欢的吗 还是你要重新再评估一次 那我觉得把自己 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情 放在你的最主要的世界安排上 我觉得让我开心很多 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 谢谢followers听到现在 希望这则节目能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我是咖啡边 1996年的达文西 人类图是52 正享受在创业、身心灵、同性议题 与同治基督徒的人生过程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花惹发露 欢迎大力的按下订阅追踪、按赞分享 我们在每个隔周五晚上 都会上传我们三小编 咖啡边、吐司边、美边 所共同录制的节目 在中间的周五 有时会有像这样的单点节目 敬请期待 那如果也喜欢我们三个人 共同经营的 银色大门、老人送餐平台 也欢迎追踪 一起帮助台湾的老人送餐 与高龄议题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